大家好我是打哥 2018年我做了一個Minecraft ECS的小遊戲 當時用的Unity版本是2018.2.19 Entities.0.0.12 Preview 21 非常早期的版本 然後因為等正式版就停更了 中間DOS版本的改動很大 直到最近才更新到Entities 1.0 我就想到該把這個遊戲更新一下了 但是新版的API用法幾乎全改了 而且不管是地圖的產生或是方塊材質的指定都有更好的做法 於是我幾乎重寫了整個遊戲 今天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這個專案的做法 Minecraft的中文名稱叫做麥塊 相信各位都玩過 這是微軟旗下工作室所開發的遊戲 它有非常驚人的方塊數量 這種底層通常叫做Voxel Engine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如果我們用Unity如何做出這樣的世界 本集的內容牽著很多系統 像是Unity的DOTS ECS Job System Burst的編譯器 你會在本集不斷的聽到這些名詞 如果你對這些名詞很陌生 建議可以先看看上次發布的Entities 1.0的基礎教學 多了解一下 專案我已經上傳到Github 你可以先下載下來用Unity2022.2 B10以上的版本打開 如果你要從頭自己開始做 那就是用Unity2022.2 B10以上的版本 建立一個URP Project 安裝Entities Graphics套件 然後它會安裝許多依賴套件 這些後面標有EXP的標籤都是 這個部分Entities 1.0的基礎教學也有講 如果你不熟建議先看過那集的影片 上面都完成後 這裡額外要多安裝一個Unity Physics套件 從加選擇 Add Package By Name 輸入com.unity.physics來安裝 Unity裡面有三個物理系統 PhysicsX Unity Physics Havoc三種 預設是PhysicsX 我們用最多的也是PhysicsX 但是它沒辦法用在DOTS框架 所以這裡的物理 我們會用到Unity的Physics 安裝好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講解了 先來聊聊基礎方塊 這個專案有四種方塊類型 第一種是六面圖案不同的方塊 像是地表、TNT炸藥和木頭 這種用三張圖組合起來的模型要拆UV 也就是定義這三張圖 對應貼在方塊上的位置 然而拆UV通常是建模工具的工作 Unity並不支援這種功能 因此我是在其他的3D建模軟體 製作這個方塊的 它的貼圖長這樣 不同的方塊會套用不同排的圖 待會會講做法 第二種方塊是最常見的方塊 就是Unity內建的Cube 這種方塊的貼圖 是由許多正方形的小圖拼成的 把其中一張小圖切下來貼在Cube上 換不同編號的圖 就等於換不同的方塊 第三種方塊跟第二種一樣 但是它的材質是透明材質 用來表現像是樹葉、玻璃等方塊 第四種方塊是地表生物 像是草、麥子或花朵等等 這種方塊是兩片Plane交叉疊層 材質有透明度 有模型就需要材質 接下來我們來設計這四種方塊的材質 Unity的Shadowgraph是非常強大的工具 我們四個方塊都會用Shadowgraph來拉材質 先產生一個Unlit Shadowgraph 開啟並編輯它 圖面非常簡單 我先放一個SampleTapture2D節點 並直接在裡面指定了第一種方塊的大圖 再加上一個Tiling and Offset節點 和一個Vector2節點 連到Offset上 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成果 當這裡的Y值改變就會影響貼圖 我們得知當Y等於0、0.33和0.670 剛好是這三種方塊的圖 先記住這些數字 為了未來能讓程式可以從外部改變 這裡新增一個BlockID的浮點數 並連到Y點 這樣你就可以從外面看到欄位 並直接修改值 套用好材質之後 存成prefet 預置物件備用 第二種方塊你也可以和第一種方塊一樣 用Tiling and Offset來處理 但既然這是教學 我們就用一個不同的做法 我們可以先把這張圖切成Array 找到這張圖 並把TaptureShape改為2D Array 然後算一下圖是幾乘幾的 我這張圖是16x16格 因此這裡我都填16 那麼這張圖就會被切成256小張 當你給予它編號 就等於是指定某張圖 如果你的圖看起來糊糊的 這裡的MPO2和MinMaps都不要打勾 Filter Mode改為Point模式 應該就會變成點證風格 這張圖會有第三種方塊和第四種方塊 會用到透明值 所以這裡的Alpha Source 選擇InputTaptureAlpha 並把Alpha is Transparency打勾 設定好貼圖之後 一樣產生一個Unlit Shared Graph 圖面改用SampleTapture2D Array 並指定剛剛做好的2D Array Index就是方塊的編號 我們一樣用一個名為BlockID的浮點數 讓它可以從外部來改變 現在改變這裡的編號 方塊的圖就會變了 用一個Cube指定這個材質之後 存成Prefed預置物件 第三種方塊的材質和第二種幾乎一樣 差別在它要把設定裡的Surface Type改為Transparent 這樣子外面會多一個Alpha節點 把它跟A相連 這樣圖的透明值就會影響結果 完成後一樣用一個Cube貼上這個材質 當指定到有透明度的編號時 就會看到材質會透過去 一樣用一個BlockID連到外部 並存成Prefed預置物件 第四種方塊和第三種一樣 也是要設定透明 只不過它是貼在一個十字形狀的網格 如果編號有對上植物 那看起來就會是像這樣 到這裡為止你應該已經有四個預置物件 分別是帶UV的方塊 一般不透明的方塊 一般透明的方塊 和植物 而且它們都有一個共通的BlockID可以改變外觀 有了這些基礎方塊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產生地形了 地形我用Perlin Noise 柏林雜訊 或柏林噪聲來產生 這是一種偽亂數的演算法 很適合用來做地形 原本舊的做法 是用Unity裡面的API MathF.Perlin Noise來做的 它可以產生一張像這樣的圖 存下來之後可以讀取上面的灰色值 來做為高度的依據 這張圖可以很大張 因為它是偽亂數 只要公式不變 結果都會一樣 所以就算地形是不同時間產生的 它也可以很完美的結合在一起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做法 就是用Mathematics庫裡面提供的C Noise 改用這個方法後 連圖都不用存了很方便 如果依照這個邏輯 把整張表搭配高度 產生出來的地表就會像這樣 有了這個基礎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整個地基往下打 我的邏輯是這樣 用C Noise產生出來的地表 作為第0層 這一層原則上不生產方塊 但是會隨機亂數製造 花、草、樹木和雲 遇到花草還需要轉45度 然後同一座標往下延伸15格 並依序篩入不同的方塊 為了讓場景整齊一點 超過一個深度就停止往下了 這樣場景比較漂亮 因為只是教學 這裡我並沒有寫亂數方塊 而是單純不同深度不同方塊 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做這個機制 來說說方塊材質的指定 還記得我們幫每一個方塊都加了一個BlockID嗎? 這裡就派上用場了 為了讓它可以從System取用 我們先創造這支BlockID的Component腳本 這一行很重要 MaterialPropertyBlockID 代表當我改變BlockID的值 也同時會影響 材質BlockID的值 這樣子就可以從Runtime來修改方塊的圖 另外再創建這支BlockIDAutheling的腳本 主要是因為我們要從編輯器 賦予方塊BlockID這個屬性 需要經過一個LiveBaking 烘焙的流程 所以需要這個腳本 並非所有的狀況都要烘焙這個流程 比如Runtime賦予Entities一個Component的話 直接用AddComponentData就好了 不需要這支腳本 聽起來有點繁瑣 但是目前Entities1.0是這麼設計的 或許以後會有更簡單的做法 接下來回到所有的方塊Prefed 給予它們BlockID這個屬性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在Runtime指定方塊用哪張圖 這樣你應該明白為什麼 所有的方塊材質我都要給予一個BlockID了 產生整個世界並指定方塊材質的整個邏輯 都收入在Word、Generate、Preface這支腳本 大概流程就是建立一個NegativeArray 建立一個CommandBuffer 然後送到JobSystem 把整個世界依照前面講解的邏輯一個一個製造出來 並用SetComponentData去改變每個方塊的屬性 實際上所花的時間非常短 因為有JobSystem的緣故 大量的工作被分散到工作序 這樣的結果還是尚未做任何優化的速度 由於是直接實力化Preface 要什麼功能直接加入預置物件 所以在開發上也很方便 在專案內有個用Mesh實力化的案例 這種做法資料會少得多 但是需要用什麼功能給自己加 開發比較不方便 這是原本要刪除的部分 不過考慮到可能會有開發者想了解 因此我留著給各位當作參考 接下來我們要講解物理系統 這個遊戲的物理要求很簡單 就是讓方塊可以佔人就好了 如果你有用Unity開發過遊戲 應該都知道 一般來說加上Collider就可以做碰撞檢查 加上Rigibody就可以有物理 因為這個專案 沒辦法直接用Collider和Rigibody 所以我們改用剛剛已經安裝好的 Unity Physics套件 它提供的PhysicsShape 就是對應Collider的功能 另一個PhysicsBody就是對應Rigibody的功能 這樣說你應該就能理解了 所以我們把四個方塊的Private都打開 加上FixedShape 指定ShapeType為Box 然後存檔推出 這樣產生出來的世界 每個方塊都會有碰撞結構 任何帶有FixedShape和Body的物件 都可以放在上面 然後我們就來做FPS第一人稱控制器 原本我預期第一人稱控制器 可以直接用別人做好的套件就好了 因為Unity的官方商城 SSStore上面有很多第一人稱套件 可惜大多都不支援DOTS 只有這套Revo Docks Character Controller符合條件 但是它目前的版本是0.5.1 也無法用在Entities 1.0 那Revo的作者說它正在趕工 很快就會更新 所以我打算在等待套件的同時 自己先做一個精簡版的FPS控制器 我把它獨立出來 到時候整個套件取代這裡就可以了 這個FPS控制器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簡單 因為CAMERA無法以Entity的形式存在 所以它必須是Gain Object 但是CENTI要踩到地板 就必須是Entity 代表這個FPS控制器就必須設計成 頭部是Gain Object 負責滑鼠的XY值傳遞 由CAMERA Comptroller腳本負責 它是用MonoBehaviour 身體是Entity 負責鍵盤的ASWD位移 由Player Movement System負責 因為兩個不同的系統 所以CAMERA還需要每一幀同步 自己的位置和旋轉值到身體上 這裡是用CAMERA Link把值 傳遞給Player Movement System 這樣子就完成了這個簡易的FPS控制器 如果你覺得不想要太複雜的FPS控制器 那把這個簡易板拿去改成自己用剛好 Minecraft的最重要的功能當然就是挖礦和放置方塊了 我們把這個功能放在滑鼠的左鍵和右鍵 原理基本上就是從CAMERA打出一道Raycast的射線 如果射線打到的是一個方塊 那麼我們可以取得這個方塊的資訊 包含坐標和它的Surface Normal Surface Normal就是射線打到的法線方向 如果把這個值和方塊坐標加起來 就會等於隔壁相連的坐標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方塊放在正確的位置 要注意的是我們並不會在這個腳本 直接產生方塊 而是產生一個Entity記錄這個坐標 然後會由Add Block System這隻腳本接手 生成方塊的工作 當它檢測到世界上有任何Add Block標籤時 就會提取它記錄的坐標與方塊類型 並在該坐標放一個指定方塊 然後用Block ID貼上指定圖 最後並播放音效 處理完成之後它會在自己身上放一個 Remove Block標籤 等待Remove Block System來回收自己 所以每一幀Add Block System的執行順序 必定優先於Remove Block System 如果是挖礦流程 那一樣是打出一道射線 並在擊中方塊的Entity上 加一個Remove Block標籤 然後會由Remove Block System這隻腳本 接手移除方塊的工作 並播放一個音效與挖土特效 它同時也會檢查這個方塊上面 帶有Plant Block的Entity 也就是植物 如果有就會一併移除 最後完成結果就會是這樣 好了這就是本集的內容 建議大家直接下載回去研究 另外也建議研究 Github上面官方的 Entity Component System Samples 我有很多的做法都是參考這裡 最後要說明一下 本次內容只是為了實作 Unity Dots的一個教學 雖然說能做出很多方塊 但是遊戲本身並沒有考慮性能的極致優化 所以請勿把這個教學當作是優化的範例 未來如果一些新的功能上限 例如Burster Occursion Calling 我也會嘗試用在這個專案上 看看能不能夠放入海量的方塊 好了 希望這個教學對你有幫助 喜歡記得訂閱 達哥來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